他去走的健康步道 以後他才變足底筋膜炎 即興足底筋膜炎有一招 就可以不吃藥,不打針 只要屁股 E 像我就知道有一些人 因為痛就想要自己緩解 結果好像自己緩解的 屁股越吃越糟糕 對 那我們通常都是會 像有很多人他們覺得說 痛就是用力用按摩或敲打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產生過度的發炎 甚至傷害是不好的 甚至有些 像健康步道这种东西 健康步道不健康 我在书本里面解决一下 可是每个公园都有 为什么健康步道不健康呢 因为它会诱使我们去过度的刺激 过度的刺激 因为你所谓的健康步道 有一个湿头 对啊 而且额卵湿 对对对 那大部分人是不是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鞋子脱掉 去踩那个东西 那你的体重跟你的力量 是不能控制的 所以你有时候就这样踩 它是过度刺激会伤害的 甚至我们有些病人是因为他 本来是好好人哦 呵呵啦 他是脚第一次都很正常 他去走了健康步道 以后他才变足底筋膜炎的 那穿软鞋垫也不行吗 软鞋垫会有一个过度的一种保护 然后你穿的时候它会垮下去 所以我也曾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电子厂的老板 他就觉得这个无成鞋有那种 特别软的 他觉得这个很棒 就他们的员工一人发一双 就他们穿上一整天都站着 站着在那个转的东西上 所以他就塌下去塌的根底 结果里面有很多个 他说老板送的这个我不要穿 我要穿我原来的那个 因为他这个太软了 他的足底筋膜炎发作了 运动有很多的好处 它会使你的肌肉会动 然后会使你的步态啦 什么这些都会正确 才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你可能会以为说朱立筋膜炎就是某个结构坏掉 那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过度使用或者不使用造成的一种慢性的伤害啦 对所以你只要给它好好的使用 其实是不容易产生朱立筋膜炎的 你的第一个健康动作是 脚要往内收缩 往下往内收缩 那第二个是像一个垫脚尖的动作 这是第二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治疗又可以预防 这是模仿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动作行为 一般的这个现代人 几乎这个脚已经都失去了这个力量 这个动作了 大概每次都十分钟 大概每天可以做两次那就非常好了 像这样子做 往内收缩 往上收缩 让这个脚里面的肌群能够使用到这样 第三个动作就是一个弓箭步的动作 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拉长的这个动作 大概连续十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 然后再做个拉起的动作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像压这个跟腱的地方 把跟腱拉长 然后这个有一个做一个收缩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做几个轮回以后 然后就再换成另外一只脚 再换成另外一只脚 这样的一个拉的动作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 想要说做到很痛这样是不对的 这个动作最好是 就是做十分钟之内 以免你拉扯过度 会产生心的跟腱炎 可是自己会想要做得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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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